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 我是Leslie 今天Leslie來到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 跟大家介紹十字門最後一塊住宅用地產品 沒錯,這次最後一塊用地 都是由華發進行打造 屬於華發琴霧新城月曬 大家看到這個size 相信一定會想起 華發在最近非常熱門的灣曬一號 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覺 特別是看到整個屋苑的大門 真的和灣曬有少許異曲同工之妙 同樣做了兩旁的水系 中間的迴旋處 然後兩邊進入車庫的風格 可不可以說它有少許自己抄自己呢? 但是水準又拍不拍得上彎一號呢? 稍後Leslie會跟大家一一進行了解 不過當然作為整個十字門的二線地產品 大家要知道這個片區 含蓋了非常多的細地塊 包括早期的國際海岸 四季風景、四季半島 以及後方的翡翠灣、鑽石灣等等 所以我們下一站先去到銷售中心 通過沙盤跟大家介紹一下項目的所在位置 以及它的基本數據 立即出發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Leslie所身處的 就是位於十字門琴舞新城的銷售中心 當然對於琴舞新城而言 非常之多一個香港朋友 相當之熟悉 而在我的右手邊 非常之龐大 有一個整個十字門的規劃沙盤 其實相信對於這個沙盤 很多朋友都不會陌生 而今天 其實當我再看到這個沙盤的時候 我有少少的感觸 因為身為一個珠海的本地人 其實十字門經歷接近十年的發展 從一片的灘塗 已經變得如今高樓臨立 已經完全換言一生 並且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竟然是十字門最後一塊的住宅用地項目 也就是說截止到今時今刻 十字門可以說 已經是接近一個完全成形的狀態 我們來看看 整個十字門分為南北區 南區就是大家熟知 在我們磨刀門水道另一邊的 橫琴離岸金融道 而十字門北區 就是我們現時所正身處的地方 十字門北區主要以匯展 商業以及高端住宅 所進行配套服務 大家也可以知道 整個十字門裏面 大家習慣把它區分為一線地 以及二線地 一線地也就是我們臨海地皮 分別由我們珠海兩個頂毫項目所佔據 分別是中海環雨天下 以及華法的彎曬一號 而身處後方的二線隊裏面 遍佈了非常之多的產品 從2019年開始開賣的國際海岸 到後面四季風景的123456期 包括更靠近西面的四季半島 翡翠灣、鑽石灣等等 而今天帶給大家的 是屬於我們整個琴舞新城裏面 最下一塊的住宅用地 華法琴舞新城月曬 大家可能會比較奇怪 因為經常離開十字門的朋友會發現 在華法灣曬一號後方 不是還有一塊土地 現時在施工當中嗎 這一塊的土地其實是屬於商業用地 而最後一塊的住宅用地 就是現時月曬的地塊 好了 月曬其實對比起以往琴舞新城的項目 有些少的特別 因為它是輪呂中心上蓋的一個整體地塊 並且整個地塊來說其實並不算大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基本數據 地塊的佔地面積約1.5萬平 而建築面積約4.4萬平方米 用積率為2.9 可售的住宅套數 其實僅僅只有272套 分別由三個面積段所進行組成 分別是我們89平的三房兩廳兩位 105平的三房兩廳兩位 以及129平的四房兩廳兩位 大家也可以看到 住宅部分僅僅只是以四棟高層所進行組成 並且我們所賣的層數是由四樓開始 最高樓層為二十樓 而樓下的一至四樓一至三樓 主要的作用是什麼呢 一二層是屬於輪履中心 也是十字門目前最大型的輪履中心 裡面包含了有3500平的農務市場 1500平的衛生服務中心 3000平的市民藝術中心 1600平的家庭綜合服務 以及1000平的商業金融服務等等 而另外在三樓的部分 由於我們是興建在輪履中心的上方 所以三樓打造了空中花園的部分 所以大家並不需要擔心 它會好像以前推出的海匯等等的產品一樣 是沒有花園的 目前來說 其實它的在售軍價並不算便宜 大家要了解一下 它的軍價目前為34000平方 同時要值得留意的是什麼呢 現時所推出的一座以及二座 它的交標方式並不相同 一座採取的是清水無碑的交標 而二座採取的是正裝交標 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奇怪 不同的交標方式 為什麼它的軍價同樣都是34000平方式 經華法的介紹 一座由於身處整個屋苑的單邊位 所享受到警官和開陽層面 會對比起二座交口 所以二座哪怕是採取精裝修的交付 它的在售軍價依然都是以一座相同 相信對各位觀眾朋友而言 不同的交標方案將會更加靈活 而其中華法工作人員亦表示 今次作為球舞申請最後一塊的住宅用地 月曬除了現時華法5.0的升級版本基礎之上 還有一些全新的提升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立即跟Leslie去實地考察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話這麼快 Leslie就來到月曬的實體樓位置 現時所身處的 屬於我們一座的位置 4F 4樓亦都是目前所在售的最低樓層 因為剛才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1、2樓屬於我們大型輪女中心 而3樓屬於架空的花園 4樓屬於大家所構置到最低樓層 兩梯4樓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 公區依然是跟著現時華法5.0的設計去做 以簡約的色調為主 跟著鏡頭來 我們首先來參觀一下 現時所在售的最小面積單位 89平的三房兩廳兩圍 可以看到進入到單位內部 交給大家的是屬於一個防火防煙門 搭配Yellow的智能門鎖 而鏡頭進入後 我們可以看到 門後方做了一個大約1米2 的入門通頂圓關櫃給大家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看到 儲物的空間 都相對較豐富 作為一個三房單位而言 我認為應該是足夠用的 不過有些朋友最喜歡買鞋 或者多東西擺的情況 通過鏡頭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有一個預留的凹位 是不是我們可以在旁邊 加多一套櫃呢 是就是 不過這個位置已經明花有主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要讓大家擺雪櫃 鏡頭轉過來大家就明白了 打造了一個半開放式的鏡廚 Y字形的整體佈局 是沒有size給大家擺雪櫃的 所以大家必須要利用 剛才後方的這個凹位去做雪櫃 當然從大小上來說 大家擺一個大的雙開門冰箱 都是沒有問題 也是為什麼在這個位置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預留了插雪櫃給大家的一個原因 好了 現時來說 其實華法從5.0的設計開始 做的廚房 就心得很多觀眾朋友的心 因為用了一些中西廚的整合 令到大家多了一個 雖然不是一個很標準的中度 但平時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都可以利用這個位置去做一個中度的延伸 並且它的便利性多了很多 稍後跟大家說 交標方面採取我們的三件套 不同的地方是不用抽油煙機 搭配我們的洗碗機 給大家 並且 其實下方的這些位置 我可以看到 做的設計 都是很方便大家的 這些位置 擺放我們的調味料 以及簡易的雜物 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方便的 並且 再次重新 單聲盤 我的個人喜好 一定我覺得比雙聲盤要好用 出來我們整個廳堂的部分 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到 是一個樹廳的設計 而餐桌位置 可以擺放 四至六人的長餐桌 而延伸到客廳的位置 開間方面可以達到一個三米二的水準 並且 電視背景場 是和大家已經做好的一個狀態 當然 大家會看到 在下方的這個位置 假如大家不喜歡這個背景場的size 其實 可以利用我們的場邊 延伸到我們的尾端 做一套帶儲物櫃的背景場 改變的方式是相當豐富的 同時 膠標方面 我們的電動窗鏈 都是和大家配備好的 大家只需要買回窗鏈布 掛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出來看看我們開放的露台位置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露台的朝向 是屬於朝我們的東向的位置 當然 270度的轉角位 令到我們可以同時飽覽到南面的景觀 而這裏 亦是為何說法 在一座依然敢賣三萬四的原因 屬於毛皮膠庫 唯獨增加少許的景觀 我個人認為是他們所說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半的馬洞州山體公園 以及小部分金融島的景色 大家要留意 總層高其實只有20層 是不存在大家買一個超高層 可以望穿前面地塊的一個狀態 再進入看看我們正區的部分 通過我們的走道 首先帶大家來看看客廁的部分 而同時出來了 在我的右邊 是客房的位置 整體客房來說 其實並不算太大 作為一個89平的標準 三房而言 中規中矩 適合大家利用飄窗台 去做一些組合式的家具 而假如擺放一張標準床 一張米二的床 其實已經是剛剛 落床位已經很穩 大家會看到這個開間 好 來到第二間客房方面 其實第二間客房在開間上 會稍稍大了少少 並且同樣搭配一個全尺寸的飄窗台 如何利用 就交給大家 主人房的部分 是一個套房的設計 同樣做了我們這個套廁的參考給大家 而作為做了兩線的通風窗 其實從房間size上 大家很明確地看到 在我左邊這一邊的位置 其實是方便給大家 做一個我們台上衣� 利用我們的飄窗台 將這個位置做到頂 做一個標準的衣� 可以解放其餘的空間 當然 假如大家 是利用一間房間 做一個衣墓間 這個設計 當我沒有說過 房間方面 擺放一張米八的大床 我認為是足夠的 不需要靠到飄窗台的位置 都可以 整體而言 當然是一個很市場上 非常熟悉和常規的三房單位 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其實89屏並不是月曬現時的主力護形 因為大家要知道 通常做兩梯四火的設計 大家都會做一個比較主流的面積 做一個鏡像的護形 但是作為我們月曬的兩梯四火設計 其中的兩戶分別是129 例如我左手邊的這一戶 帶大家來看看 好 入門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飄窗台的位置 其實也可以給大家做一套儲物櫃 當然 大家假如想預留採光窗的位置 也沒有問題 因為為什麼 左手邊 華法幫大家做了 可以看到 其實同樣做了一個 我們的三線櫃 給大家 而通過這條走道 才會進入到整個屋內的私人單位 大家也可以看到 當我們這個廚房 關在玻璃門的時候 就形成了我們獨立的鏡廚 這個也是現時很多新樓盤的主流設計 利用這些我們的燙門 增加整個廚房的兼容性 同時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個月曬的設計上 從來沒有想過 把雪櫃放在廚房裡 而雪櫃位 跟89平的設計一樣 預留了一個粒位 讓大家進行擺放和設計 同樣 這個廚房的尺寸 其實會大很多 但是 僅僅我認為 也只能容納兩個人 去進行共同煮食 因為它做了一個L字形的走道佈局 我們升盤站一個位置 主食爐的位置站一個位置 可能還有一個朋友 可以在我們中度這個位置進行幫忙 當然 整個單位最大的亮點 當然是我們這個橫廳的設計 129屏做了一個 超過6米的開間size 並且搭配了一個全尺寸的標準露台 整體的感官 讓我們非常舒服 假如這個戶型 還是一個帶景觀戶的單位 那就無敵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同樣屬於東向的位置 一左看出去 我們的正前方 是時代保利中環廣場的北區 而相對靠我們的東北面 就是十字門的公安局的位置 作為一個四房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 在廳堂的右手邊 做了一間我們的客房 而其中 在我們的家具示範單位上 它亦做了些少的改動 將它改造成編廳 稍後也會帶大家進行參觀 而通過這條走道 分別展示給大家的 是屬於我們的客廁 以及左右兩邊的客房 我們可以看到 在客房方面 同樣搭配了一個全尺寸的窗台 可以說 華法在現時的戶型設計上 可以將我們盡量偷給大家 贈送給大家的空間 都是做足的 而作為一個129平的單位 除了我們剛才看的第一間客房 相對較小而言 其餘的第二、第三間 其實客房的大小都相當不錯 並且彩光面是很好 而最後去到主人房的部分 延用了現在華法的主流設計 打造一個270度的彩光面 當然了 好看歸好看 這個270度的彩光面 可不可以完全保留下來呢 大家要細心想一想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要知道 作為我們的主人房 擺放了一張King size的床之後 兩邊的床頭櫃 衣櫃位擺在哪裡呢 無用質疑可能我們要犧牲部分的飄箱台 去做一些台上的衣櫃 當然了 都是那句 除非你將其中一間房做義務間 否則的話 其實都要考慮一下Leslie這個建議 另外就是我們的套仕部分 也帶大家來看看 好了 看完一個89平和129平的交扭標準之後 可能沒有放傢俬 大家會覺得Dry了一點 我們馬上來看看 假如當做了軟裝 並且擺放傢俬之後 它的整體感官又會如何呢 馬上來看看 好了 作為我們兩體四戶的另一邊 通過我們的防火防煙門 進入到另一個區域 屬於我們的03、04戶 首先 第一個 就是屬於我們108平方的三房 提醒大家 是三房 因為現時很多108平方的單位 其實是做了一個四房 而十字門 作為珠海我們新興的富人區的話 改善型的單位在市場上 同樣是相當熱門 我們來看看這個單位 入門的位置當然 當然也是有一個窗台的位置 可以讓大家在這個位置進行換鞋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我的入門通頂鞋櫃應該要放在哪裏呢 沒錯 就在我門的正後方 有少少相反 108平的單位 對比起90平方大 但它做的入門通頂櫃Size 反而是小一點 是屬於我們的兩線櫃 而進入到廳堂內部 我們可以看到 同樣是一個橫廳的設計 方面 做了我們餐桌 以及廚房的共用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不錯 因為後方做回我們的餐邊櫃 而整體 108方做三房的設計 的而且確 這個戶型 就很適合我們夫妻 或者只有一個小朋友的家庭去居住 而同時 我們可以看到 一座的108平 看出去 是屬於一個 我們純南向的景觀 雖然面前同樣 有我們琴奧新城的地塊 所在前方 但是通過中間與中環廣場的空隙 我們可以看到的景觀 其實都是屬於比較開揚的 好了 進入我們的正區來看一看 由於我們整個樓體 是作為L字形的設計 所以大家會發現 一件事是什麼 108平的這個單位 它的走道 是相對來說比較長的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比較不喜歡 因為為什麼呢 覺得浪費了一些空間 因為走道 沒有辦法去做太多的變動 而同時 我們先來看 是屬於我們客 這個客廁的部分 而延伸出來 在我左右 左邊的兩間房 就是屬於我們的客房 而最後 屬於主人房的位置 進入主人房 首先 營利的是兔廁 而在整個108主人房的空間裏面 我反而覺得它是做得比較好的 大家會見到 其實我們是做了三線的一個飄窗台 它可以保留一個270度的彩光面之餘 還可以利用其中一個我們沒有view的飄窗台 去做一套我們的衣� 所以大家會看到 現時的戶型設計上 開發商不會把所有的優點 放在其中一個戶型上 反而把它分散一點點 幫助開發商更加好地匹配客戶 以及出貨 對比起這個108屏的單位 大家認為又是如何呢 去到最後的一個單位 同樣是一個129平方 並且做了軟裝 擺放了一個傢俬的戶型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同樣我們看到入門的位置 有一個空間 可以讓大家作為一個換鞋的位置 並且搭配我們的採光窗 而右邊的位置 就是做了我們的圓關櫃 以及後方就是我們擺放雪櫃的位置 當然延伸至後方 包括我們看到 做了一些展示櫃 或者是餐邊櫃的設計 並非是屬於我們的膠標 哪怕大家是買二座大精裝的朋友 要了解這件事 相對來說更好的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邊的整個廚房 在中島的延用上 我覺得是會更加貼合一些 平日早上自己煎蛋 做一些簡易早餐的時候 就可以像他那樣的設計 去利用這個中島台 真的一家人吃晚飯的時候 或者招呼朋友的時候 就用回我們橫廳的餐廳的位置 好了 我們會看到 其實兩個129最大的不同 是朝向上的不同 剛才我們參觀的膠樓標準 它是屬於一個東向的一個朝向 而目前我們看到的129 就是屬於南向的位置 看到部分金融島的景觀 同時做了一個效果展示 就是把我們其中最小的房間 做了一個偏廳的設計 大家也可以留意 這一邊是場體 正如我們介紹第一個 精裝膠庫的時候的狀態 我們同樣看看 在擺放了傢俬之後 房間的尺寸如何 其實去到主人房的位置 正如Leslie所說的 雖然它搭配了一個270度的飄窗台 但是我們必須要犧牲部分的空間 去做一套的衣櫃 當然 假如真的作為現代家居來說 這一套的衣櫃一定是不夠放的 除非大家只是每個星期 來度假放幾件平常換的衣服 整體而言 其實我們三個示範單位 兩種狀態都全部看完 對於月曬這個項目 大家是怎樣想的呢 歡迎大家在視頻下方 進行留言 我們可以溝通交流 Leslie其實也有幾句說話 想和大家分享 月曬作為整個琴舞新城 最後一塊的住宅用地 其實它目前的再售均價為3萬4元左右 我自己個人而言 在這個市場的考慮 我覺得不太划 當然話法說得很好 在5.0的這個升級產品之上 還有所提高 但是在整個樓盤的感官上 我覺得做了一些門面功夫 例如在我們視頻開始 和大家介紹的大門位置 對比起早期的 例如水晶彎 翡翠彎 鑽石彎上 當然是漂亮了和氣牌了 並且在工區上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它真的達到現時華法的最高水準嗎 我們可以看到 3萬4的單價並不算便宜 並且假如大家買一座的情況之下 還是一個清水交付的狀態 那好吧 我給大家一個全新的想法 大家看看那邊 金融區正裝大盤 是一宗融洪學府 這個盤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華法的灣仔1號 也是華法開創以來 最重視打造華法全新名片的豪宅產品 也是珠海十字門 兩個丙豪產品之一 揹著這麼多的title 有更加好的工區設備 並且看過灣仔1號的朋友都知道 它的水準和質感是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大家來看 假如我所購買新柱這個一座的位置 所謂有景觀 其實我只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那缺 但是回歸到灣仔的情況之下 假如大家買一個我們真的帶有景觀戶的單位 單價當然會比較貴一點 會在四萬把上 那我完全從質感上的考慮 假如選購一些例如113平方 129平方的一些低樓層單位 我可以很負責地跟大家說 其實都是從三萬一千元起了 同樣的價錢 甚至乎是帶更加高的膠樓水準 我為何會選擇這裡 而不選擇全部彎 所以在這個營銷手段上 其實Leslie自己有少少看不明白 不過不要緊 我們從深春法個人認為 十字門 大家假如要在這個價位選擇華法的樓盤 首選 推薦給大家 都是玩一好 那麼興趣的朋友 其實可以contact上方的電話 聯繫我 或者是Leo 約我們 我們進行十字門的全面了解 進行參觀 並且考慮 今期的節目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下期大家想看什麼 歡迎大家 視頻下方留言說說聽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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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